西藏南部地区将有强降雪 2月3日电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 受南之曹东一影响 3日至5日 青藏高原大部自西向东 将有一次明显降雪过程 西藏南部沿边境一线 及云南西北部有大道暴雪 局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 此外 3日 川西高原 云南东北部 贵州西部 湖北东部 江西北部 苏晚南部 浙江西北部等地领有小到中雪或雨加雪 于转雪天气 四川盆地 江西大部 浙江东部 福建 广东 广西东部 云南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天气 2月3日080至4日080 新疆南江西部和南部山区 西藏大部 四川西部高原 云南北部 贵州西北部 江西东北部 苏晚南部 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加雪 其中西藏西南部等地有大道暴雪 局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 四川中部 重庆西部 江南东部 华南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 内蒙古东部等地有4至6级风 2月4日080至5日080 青藏高原大部 甘肃东部 陕西中南部 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到中雪或雨加雪 其中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道暴雪 局地大暴雪或特大暴雪 四川盆地 贵州西南部 云南东南部 海南岛 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其中西藏东南部有大雨 内蒙古东南部部分地区有4至5级风 2月5日080至6日080 新疆南江西部山区 青藏高原中东部 甘肃 陕西 贵州北部 云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加雪 其中西藏东部 青海北部和东部 甘肃中南部 陕西中南部 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道暴雪 西藏东南部局地大暴雪 湖南南部 四川盆地 贵州大部 云南 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其中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 内蒙古东南部 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至6级风 有种旨有大雨 谢谢观看